第三十集 这些生长的一种六节妖兽 张嘴可吞天 适日 身形巨大无比 样子嘛 有点像你身边这只大青蛙 五股轮回时 就是吞天受拉的石头 神极剑 道友 你还想不想卖东西了 金飞瑶汉颜地看着他 只觉得这老头 一会儿精明 一会儿傻的 老头嘿嘿一笑 道友啊 你可以找替代品啊 没有吞天受 你就找只会拉石头的青蛙 不就行了 你边上这只拉的 是不是石头 如果是就用这个代替好了 可他拉的不是石头 是沙子呀 这也能用 金飞瑶也不知道胖子 是怎么回事 刚养的时候 胎拉的和普通盘云蛙一样 泡了几个月的灵药汤后 就开始拉沙子 在院子的角落里 早就堆积成山 还好不臭 不然呢 得要了他的小命呢 老头一听 眼睛闪过金光 赶忙说道 沙子好啊 用这个就行了 你想啊 都是青蛙 多拉石头沙子 不都是同一种吗 看金飞瑶还在犹豫 他拍了拍胸口 你放心 肯定能用 你的修为 比我高一级 就你这凶猛的样子 我也不敢骗你啊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东西 卖给金丹 或是原因的修饰 按你所说 如果真的是戒子金玉 他们恐怕都抢着要的 老头眼光闪烁 随后垂头纷纷不平的说 哼 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那些守门的 连大门都不让我进 听说我要卖戒子金玉 还想打我 说我是个老骗子 这位道友啊 你看我像个骗子吗 像 怎么看怎么像 不过你像不像关我屁事 把你那个景片换盘给我 我买下了 然后他拿出了一个储物袋 二话不说 扔了过去 老头拿起了储物袋 往里面一看 马上不干了 两百块下瓶零食 你打劫啊 你这不是大重货吗 你自己说的 满大街都是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给你两百零食差不多了 你这东西还是一件残次品 我买回去 难说还用不了 金飞瑶理智气壮的一叉腰 如门神一样的立在了他的面前 我不卖了 你把零食拿走 老头把锄带扔到了金飞瑶的脚下 紧紧地抱着怀中的盆子 金飞瑶对着胖子使了个眼色 胖子呆滞的眼珠一转 往老头这看了过来 老头似乎有所察觉 紧张地盯着胖子 手则死死地抱着盆子 胖子微微一动 一阵进风刮去 老头手中的盆子就不见了 我的盆 老头杀粥般地跳了起来 情绪激动地一把扯住了金飞瑶 老头紧紧地抓着金飞瑶的衣领 口水几乎要喷到他的脸上 还我的盆 但是我的祖传之物 你这是抢买抢卖 这位道友 你要冷静啊 我站在这儿动都没动 就看到你怀中的盆子不见了 你既然不想卖 还把东西藏了起来 那就把零食还我 金飞瑶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好像真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老头没想到金飞瑶会这样说 不由地火冒三丈 抓着他的衣领 暗中把灵力汇聚到了双手上 就想把他摔倒 没想到金飞瑶高大的身形 纹丝不动 还一脸同情地看着他 他俩这样一闹啊 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修饰 金飞瑶早就发现 这人就算是逆天修炼了 人的天性也没有多大变化 该看热闹时 大家也还是会主动地围上来 不看两眼走得都不甘心 你 你做梦 我才不会把零食给你 看你的这副样子 就不是什么好人 竟然想骗走我的东西 老头气急败坏地嚷嚷起来 一把抢过地上的锄带 使劲地往怀里塞了进去 金飞瑶一摊手 无奈地向老头劝接道 算了 看你一把年纪的份上 这两百零食就算我送你回家的路费 道友 以后不要做这种坑蒙拐骗的事了 你都这把年纪 不如去世俗中开个家族 好好地养养老吧 唉 真是可怜呢 老头被他一阵抢白 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 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急的 双手颤抖着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看起来好像行骗被人揭穿了一般 非常失望地叹息着 金飞瑶拍拍胖子 边叹气边挤出了人群 唉 这讲什么事儿 水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他就这样自言自语 带着胖子就慢慢地消失在了人群中 小子 这有你的 强买 能到你这水准 也算是能人了 老头看着离去的金飞瑶 嘴中低声咕咚着 老头拍拍身上的灰 也转身挤进了人群中离去 没人注意 他的嘴角带起了一丝的讥笑 这个大傻蛋 一个破盆 还用二百块零食抢买 也不知回去后 他试着练过 得气成什么样 老头得意地笑着 想起自己租住的地方 屋外的角落里还扔了不少破碗烂盆 就想着 是不是回去再捡一个来 换个地方再买一次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人才 这招露出了马脚 让人半信半疑的招数 还真是好用 配着自己从祖上那听来的东西 他自己编一些话 总能骗到些自以为实货的主 只是最不要脸的 就是这个高大的修士了 抢买东西 还扣别人一黑锅 又要名誉 又要利的 不过 一个破盆子 配上一张九黄纸 就能换两百块的零食 真是太赚了 那种先祖从神纪界 带出来的纸 果然是杀手锏 如果没有那几张黄纸 恐怕东西也没这么容易卖掉 老头心情不错地哼着小曲 悠然自得地走进了人群中 算计着 一会儿在什么地方 骗个傻子 自以为 捡了便宜的金飞窑 兴高采烈地带着胖子 急匆匆地回去 就想把这件 戒子静玉 给修补好 回到院中 站在一人多高的黑沙前 他考虑了一会儿 决定搬走一半 去修戒子静玉 拿出空的储物袋 装走一半 胖子的大便 他顺手把贾经椅 扔了出来 让他自个儿去寻斥的 贾经椅被放出来 突然发现 眼前站着一只巨大的盘云蛙 体积实在太大 他心中一阵的胆怯 竟然不敢上前呢 左右张望了一下 突然发现 旁边有一堆黑沙子 深深地吸引了他的眼光 他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一堆黑沙子 看起来似乎比盘云蛙 还要美味 于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金飞窑看着趴在黑沙前 大口大口 吃得美味的贾经椅 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虽然自己是有这个打算 但是最终的目的是想饿死他 但是这家伙也太自觉了吧 竟然主动吃得开心起来 黑沙子不要钱 吃完让胖子拉就行了 金飞窑也就不再管他了 胖子 把喷给我 金飞窑走到了胖子的跟前 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胖子像雕像一样的坐着 一动也没动 根本不理会他 不要装死 快点给我吐出来 金飞窑又使劲踢了他几脚 胖子哇的一声 从嘴里把景天换盆给吐了出来 金飞窑把景天换盆捡起来 很不爽地嘀咕道 我也是 真是太心软了 早知道当初应该一脚踩死你 小时候还整天装可爱的拍马屁 现在身材大了 胆子也跟着大了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什么时候把我惹火了 我就把你赶出去 胖子依旧呆坐在了原地 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 金飞窑停住了脚步 捡起药田边上的一块小石桶 转身就砸到了胖子的头上 胖子眼珠转了过来 嘴一张 空中闪过了一道残影 金飞窑就被他的舌头狠狠地揍了一下 你给我搞清楚 你吃得住的全是我的 你竟然敢打我 你别以为你出去能自力更生 就你这吃货 过不了几天就会被人当祸害打死 金飞窑对着他破口大骂 而胖子却不理不睬 慢吞吞地伸出舌头 从背后的布袋中 粘出了一只烧鸡 装模作样地品尝起来 懒得理你 最好吃死你 这半年多来 这样的争吵时常发生 只不过怎么骂胖子都没有反应 就像是在骂一座石像 所以金飞窑觉得 自己骂他的行为怎么看都很像个傻子 他气呼呼地走进了炼弹室 重重地把门关了起来 金飞窑想得很简单 既然吞天兽的五股轮回石 可以用盘云蛙的五股轮回沙代替 那圆银真火 自然也可以用普通的地火代替 如果火力不够 就加点明火进去 把地火打开后 他就把那个和普通盆子没两样的 戒子金玉扔了进去 等了半天 也没见景天换盆像黄纸上说的那样 整个盆子被烧得通红 果然是好东西 用地火烧了这么久 还一点动静也没有 金飞窑满心欢喜地称赞道 想了想 他往地火中扔了好几团明火 明火窜进了地火中 把盆子整个包裹了起来 看到明火竟然没有 一会儿就消失 反而包裹着盆子在继续燃烧 金飞窑就放心下来 守在炼丹室中很无聊 他任由盆子被地火和明火烧着 自己打开门就出来透气 休士的时间就是过得快 金飞窑在炼丹室里打转了一圈 外面的天就已经开始黑了 他站到外面伸了个懒腰 却发现胖子不在外面 这家伙肯定又跑到了楼上乡房睡觉了 金飞窑非常的无语 自己到底是养了个什么大爷 眼角无意地瞅了一眼沙山 他发现假惊蚁竟然还在吃 有没有搞错都吃了几个时辰呢 本来想随他撑死算了 突然发现假惊蚁身后的沙子中 有什么东西在院中夜光石路灯下面亮闪闪的 不会吧 金飞窑忐忑地走了过去 把那块亮晶晶的东下从沙子中翻了出来 竟然真的是零食 看着这块零食金飞窑满头雾水 这假惊蚁真的拉零食了 他很不相信地仔细翻看了手中的零食 不管怎么看都是一块很普通的零食 试了一下里面的零气吸收起来 和别的零食也是一样 琢磨了半天 金飞窑把零食放入了厨物袋中 哼管他的和别的零食混一起用好了 这零食到底是不是假惊一下的 这要等明天就知道了 一天能拉一块的话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块 如果养上一百只 一年就能收获三万多块零食 他一边算着 一边走到楼上的厢房中 把挺着肚皮睡在床上的胖子 一脚给踢下去 然后就美滋滋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金飞窑都没顾上别的事 直接就扑到了假惊蚁后面 又翻出了一块零食 看着手中的零食 和没停过气 一直在吃的假惊蚁 他放声大笑起来 一直笑得直不起腰 笑得眼泪横飞 他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笑着说 这些傻子 难怪他们养的假惊蚁 拉不出零食 原来这假惊蚁 得吃盘云蛙的大便 才会拉零食 吃整只的盘云蛙 自然什么也拉不出来 我要发财了 发大财了 胖子嘴里嚼着什么东西 从院子里面跳过 看着疯癫般大小的金飞窑 嘴角似乎轻蔑地抽了抽 然后吐出去 刮音才落 金飞窑手中的零食就飞了过来 准确地砸在了他的下额上 胖子无力地趴在了院中 身上被金飞窑揍得青一块紫一块 嘴前方的地上有块零食 大眼睛满是泪花 嘴中还不满地发着刮声 你装可怜装完了 敢骂我傻瓜 找死 金飞窑站在了炼丹室的门口 皮泡脸肿地对着胖子挥了挥拳头 啪的一声 他重重地把炼丹室的石门给关上 把胖子扔在了外面和贾精一作伴 看金飞窑关上门 胖子躺了一会儿 就从地上爬起来 很豪迈地吐出了一口血水 拖着肥胖的身躯 跳进了修炼室 不一会儿就拖着一步大吃的出来 往院子里一座 进入了隐蔽吃食的石化状态 这胖子越来越厉害了 金飞窑刺牙咧嘴地摸了摸脸 皮在后也受不了这样的攻击 看情况比胖子好不了多少 他往地火中一看 景天换盆被明火烧得通蓝通蓝的 时不时地闪过一条条的火红色 不是应该通红通红的吗 这怎么变成通蓝的 难道是明火太霸道了 金飞窑从来没炼过气 就连炼丹也因为材料太贵 早就中断了许久 什么都不懂得他 就敢凭着一只半解的胡来 完全不怕毁了戒子境远 想着通蓝和通红都差不多 都是烧透的意思 金飞窑把半座小山的胖子粪 给拿了出来 二话不说 全倒了进去 地火中只见一片黑压压的沙子 这才入火没多大的功夫 一股臭味就扑面冲来 臭的金飞窑捂着鼻子大喊 死胖子 这东西烧起来臭死人了 我还以为真的和沙子一样 原来是藏在里面啊 这东西烧得快 三个时辰后就烧成了拳头大的一团黑夜 在被明火包裹住的盆子外流来流去 金飞窑赶快拿出黄纸 发现上面纸写着二者融合 没写是怎么融的 想着混在一起就应该是融合了 他用明火包裹住了黑夜 就往盆子里送了进去 因为有明火的帮助 黑夜成功的进入到了盆子中 黑压压的涂在了盆子上 随后金飞窑就在一旁 坐等黑夜融入了盆子中 这一等着就是十几天 虽然黑夜真的往盆子里融入了 但是速度出奇的慢 胖子和金飞窑也早就和解 一人一挖无聊的坐在了炼丹室中 说是观察融合过程 其实只是在一旁挺适和吃东西罢了 这时他俩正在拼抢全仙包 一种只有全仙门厨房才做得出来的 瘦肉包子 味道好的连外面的人都来买 放在他俩面前的桶中 堆着几十个全仙包 边上还有一个已经吃光的空桶 金飞窑左右开工 一手一个包子 两口吃掉一个 而胖子则一口一个 两人飞速地抢着桶中的包子 完全没顾上地火中的景天焕喷 炼丹室中一声巨响 金飞窑和胖子被吹翻在地 整个炼丹室中一片浓郁的灵气 抬头一看 地火停了 明火不见了 空中飘着蓝黑红三色的景天焕盆 而且奇异的是 景天焕盆本来是空的 现在里面好像有一层沙子 好浓郁的灵气 神吉吉的东西果然不一样 真的让我捡到便宜了 金飞窑站起身来 伸出手缓缓地把景天焕盆接过来 嬉戏地摸着 景天焕盆此时带着微弱的灵气 已经和之前的破烂货很不一样了 变得狠心很漂亮 而盆中的沙子只是看上去有 用手去摸 却摸不到实质的东西 看来只是一种幻想 胖子 我们来试试看 能不能进入到介子境遇中 你眼睛比我大 站在我前面 到时候盯紧一些 如果遇到危险 就先冲上去 金飞窑咧着嘴 望着胖子 不怀好意地笑道 随后 金飞窑一手拿着景天焕盆 一手紧抓着胖子的前掌 开始往景天焕盆里注入灵力 没费什么事 只是眼前一花 他俩就出现在了一个新的地方 亮堂堂的天空中 没有云彩 也没有太阳 偶尔在蓝色的天空中 还会出现像夕阳的红色 只不过只占一点点的位置 出现一下就会消失 没有雄伟的洞府 也没有满地的百年千年灵草 连灵犬也没有 整个六母大小的戒子境狱中 只有大片的黑色沙地 让人很不舒服的是 这些黑色的沙子 和胖子辣的那些一模一样 金飞窑有种掉入了 粉坑的感觉 臭老头 这和他说的完全不一样 金飞窑望着这六母黑沙 有些怀疑 是不是因为自己用了替代品 所以那些什么洞府和灵草 还有灵犬 都让胖子的粪便给埋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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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